中文字幕志愿者 美国 美国 中国 中国 世界 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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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是花莲复礼的六十四山 每到金针花开 这边总是特别忙碌 一个养鸡的老板娘 几乎每天都要送她的鸡 到山上来 因为好吃啊 就跟他人一样啊 满山跑啊 我开始养鸡 到现在就买这一股 没有放过 很耐咯 他是林秀珍 认识他的人都叫他武精 在富里山脚下的幼子园里面 养了一万五千多只鸡 他十五年来每天五点就起床解木材 煮自己种的有机南瓜给鸡吃 南瓜还有一个好处 你看那个南瓜那么金黄色 鸡吃了以后他的肉质会很甜 然后皮肤会很好 他的先生是丰南村村长 每个礼拜会帮忙消毒整个鸡舍 他说他还是武精的粉丝 他就是歌星来说电视上会出现 还有五灯奖的时候 我们村民都会看啊 而且在国外唱歌 所以他当时就很有名 我知道一定要这什么 有种工作狂一样那种感觉 像这个危机这个鸡鸟 五十公斤 他一个人也是可以扛的东西 以前是歌星他现在扛鸡鸡鸟 这个感觉是差很多的 他父亲生病了 他回来照顾 就是大现在都没有带你出去 我连电视都不开 收音机也不开 因为我只要听到唱歌的节目 或者是歌星在唱歌 我就想到自己 我怎么会变这样 母亲过世之后 五经转而照顾起整个部落的老人家 每个礼拜三 他开车 带他们来活动中心 为他们做健康检查 带他们做健康炒 妈妈走的时候 特别都不太忙 现在我觉得 等于他们的女人 一家跑了以后 他们特别喜欢吃 因为我们有参加五赌 所以呢 我们这个饲料是空白料 都没有味道哦 南瓜 玉米 牧草 我自己有种牧草 牧草是一年四季都可以看的 不要怕 不要怕哦 我来咯 不要笑到哦 我养鸡也是带着很快乐的心情 有时候我养一养很累 我就运动啊 跑步啊 唱歌啊 有时候我在这边 鸡什么时候最可爱 万一我去外面表演 回来太晚了 没有喂他 他很饿不是吗 你走到哪里 他就跟到哪里 我走到跟他那里 他照样跟到那边 所以很壮观哦 那个看起来很漂亮 鸡舍里 常听到五金的笑声和歌声 他带着一夜的心情在养鸡 他骄傲的说 坚持给顾客和老人们最好的 就是这些完全无毒 而且吃素的鸡 这里是台东池上 回渥的冲击平原夹在中央山脉和海岸山脉之间 来自太平洋的风 吹向这一片片得天独厚的稻田 印裂出全台湾最优质的稻米 靠近平原的山坡上 有一个老农夫 他的耕地很特别 有三十几块 但加起来不到一甲 他是罗茂祥 八十多岁 他和他的牛 在这零碎的山坡上 一起工作了快五十年 直到两年前 第十一头牛被水冲走 就下火做红开嘛 这些都老家才来嘛 老家才来 我就拔到铁鱼了 到那座头那儿铁鱼了 就正四路就好了 难过的不愿意再买牛的茂祥伯 不想退休 但又开不动铁铁铁 还好 他的大儿子 罗金华回来了 接手了父亲 所有出众的农师 夜初坐到现在 你看看 你这样走 就是跟这个铁铁这样绕 这样绕 还要插一样这样绕 等于说走进化里 走回好几趟 爸爸年纪这么大了 在山上 一面年轻人在家 如果你有什么事的话 不方便 不方便 一定要有人回来陪伴他这样 撈切子不是很简单 那是在败 那是灌水灌皮 所以这个切子就很重要 不是在水面就有了 茂祥伯 就靠着这三十几块零碎的田 拉拔四个儿子 四个女儿长大 他们各自在外地成家立业 他如果都吃花米 他的脚转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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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 外面在街上 如果你是开着用法 色彩的东西 懵护修 我们一期先生不吃饭 能开始 你老百点 лег 사い 因为踏在荒液原杂 因為牙手要用走了 停建立 因为马上有 35 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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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nd 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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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00 我怕零草草 父女儿 也很想利 所以 德布 向母继续向前走